中天加油NCC下台 洛杉矶桥宴晚会 许多侨胞声援中天不满 NCC竟然对节目开罚 我觉得中天是报道最公正 最正确的报道 我们支持中天中市 你们迟早会胜出 这个真理永远战胜 中天新闻遭NCC两度开罚百万元 创下恶例 侨胞们也忍无可忍 更质疑NCC开罚理由没道理 其实这个观众要收看中天 这是市场的一个供需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要一直要看中天 就是因为你们的节目真的很棒 让我们海外的侨胞 能够知道说台湾的政府 为人民做些什么事情 你们的节目就是棒没办法 那为什么这样子要被罚款 没道理 就连小吃店播中天新闻 都无辜受到牵连被霸凌 侨胞更是愤慨难平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人家爱不看哪一台 看哪一台 关他什么事 就那么简单 这不自由的世界 为什么不能看呢 我先生是荷兰人 我跟我先生讲这种话的时候 我先生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在媒体上的言论自由 竟然被打压到这样 我觉得真的不可思议 有些小吃店看中天 也被网路霸凌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坚持 我觉得只要你理战得住 不要怕他们 因为邪不胜正 侨胞更要韩国瑜 赶快出来选总统 好好整治NCC NCC太坏了 坏头了 NCC太坏了 一定 韩国瑜当选的 一定要好好整治NCC OK